大家好,今天煮家常便饭 套餐两送一汤 第一个是金银菜干汤 老火汤来的 而第二味就是虾仁会豆腐 至于第三味叉烧酱煎鸡翼 两送一汤的配搭一家大小都适合 首先准备食材 准备了一个汤鲜 金银菜干汤 这里有2盎司56克的白菜干 首先要用温水浸圆和 浸泡后多洗几次 直至盘底没有沙 拿干水分剪几段 容易煲软又容易咀嚼 金银菜干汤 这里有一些新鲜白菜 在西人超市卖的 这么大棵最好就煲老火汤了 撕开后拿去冲洗 把它分开菜款和菜叶 我今次是用鸡胸肉煲 煲菜干汤西洋菜汤类似的汤水 我通常都会用全瘦肉或者鸡胸肉煲的 不想汤渣黏着肥油 撇不到嘛 这里还有一些红萝卜 切开你喜欢的大小 那么我还加多一条新鲜粟米 切开小小之后 破开两边容易出味 吃的时候容易吃到粟米粒 这个汤我还配搭了南恨 不恨 南恨多不恨少 有两粒无花果 加多一块姜 拍一下它 接着就准备第二味的食材 虾仁梅豆腐 这些是急冻虾 已经去腸去货 剩12盎司 塑干多余的水分 加一些盐 适量胡椒粉 再加一点粟粉 搅拌均匀后 放入冰箱两个小时 这次我是用滑豆腐 切开你喜欢的大小 然后用干净的厨房布 塑走多余的水分 在中途转另外一边 都要熟一下它 这里有一只小甜椒 你可以用辣椒 还是切开它 另外有两份的 蒜头和姜 蒜头把它切片 葱的部分我会加多些 虾仁豆腐 配多些葱 煮出来的菜会更香 分开葱白和葱味 另外还要开个混合酱汁 一些蚝油、山抽 适量胡椒粉 一些糖 加点水 搅拌均匀备用 再开个粟粉水 最后埋芡 那虾仁回豆腐的食材就齐了 那很快脆了 准备用第三味 叉烧酱鸡翅 这里有一磅半鸡翅 已经清洗干净了 把它吸干水分 这里加些山抽 适量胡椒粉 粟粉 把它拌均匀 放入冰箱两个钟 放入冰箱 然后再开个混合酱 有一点五香粉 叉烧酱 老抽 再加点红糖 適量胡椒粉 加点酒 再加点热水 搅拌均匀 备用 再准备多两片蒜头和两片姜 搅拌均匀 叉烧酱鸡翅的食材齐了 现在开始煮了 煮了个汤 4L 滚水 把所有食材加进水里 面,菜叶不要加,不想煲得很困難,現在蓋上蓋子後,用大火把水滾起, 滾起後轉中火煮20分鐘,讓食材出味,然後20分鐘後, 就可以加入菜葉,蓋上蓋子,轉大火把湯煮,滾起後轉中小火,煮多1小時40分鐘, 等它慢慢煮,我們來煮另一道菜,先煮豆腐或雞翅鮮也可以,沒所謂,我先煮豆腐蝦仁吧。 那些蝦在煮之前,先加少許油拌勻它,現在加一些油在鍋裡,把鍋燒熱後, 我們用中大火爆一爆薑片和蒜片,然後就可以加入蝦,把蝦鋪平, 辣香一邊大約五成熟,然後把它炒均勻,然後加一湯匙的紹興酒, 然後把蝦炒至九成熟,或者緊緊熟,就可以拿起它了。 我用二結鍋,可以用一張濕紙,抹一抹它,你重新起鍋也可以。 現在加一些油在鍋裡,輕熱鍋後用中大火,爆一爆兩片薑鮮, 然後就可以加些豆腐下去了。 把豆腐煎至金黃,然後就把豆腐反轉另一邊, 然後就加一些蒜片下去。 有需要可以加一些油,這一邊也是煎至金黃。 現在可以加一些蔥白,炒一下,然後加一個混合醬汁, 都是兜炒均勻,可以加一些水, 試一下味道, 加一些老抽調色。 現在的水份不是很多,稍後是緊緊包著蝦就可以了。 這裡不好意思了,機器故障,拍不到倒粟粉水的鏡頭, 加了粟粉水之後,就兜炒均勻。 加上一些紅椒和蔥味,蝦回鑊。 快手兜炒均勻就可以了,關火了。 不要再煮它,不是蝦會粗糙的。 現在來煮叉燒醬雞翼。 現在來煮叉燒醬雞翼。 要加油,燒熱鍋後,用中大火,爆薑片。 雞翼皮的面向下。 烘平後,不要動它,將雞翼煎至金黃。 差不多了,煎到金黃就可以反轉另一邊。 現在可以加入蒜片,將另一邊的雞翼煎至金黃。 現在還要多加一湯匙紹興酒,兜炒均勻。 將雞翼煎至金黃。 接著就可以加入混合醬汁。 也是啦,雞皮的面向下,容易上色。 現在雞翼還沒熟透,看你買的雞翼有多大隻。 轉去小火,焗3至5分鐘。 已經煮好了,可以試一試味。 想甜點、鹹點,自己再調教一下。 把雞翼煎至金黃。 那醬汁,你覺得它稀的,可以開大小小火收汁。 我覺得差不多了,將醬汁淋上去。 再撒一點芝麻,就更加香口了。 現在來看看湯。 煮好了,加一點鹽調味。 煎豆腐,要注意哦,吸水再煎。 豆腐在煎的時候,就不會出水了。 加多一點蔥,夾著豆腐一起吃,就的確好吃。 叉燒醬雞翼,醬汁拌飯就沒得彈了,記得煮多點飯。 喜歡我這個兩菜一湯的套餐,不要忘記訂閱、分享和點讚啊。 我們下一集再見。